嗨我是豹姬 今天我們要去一個很尤尾的外景 去哪裡我就去一些我告訴大家 想去到這幾天的神秘感 不然大家影片都看不到最後 不是啊 我們總會做封面標題吧 看你的影片封面不就知道了 對啊 這個影片剪接就是蠻辛苦的 希望大家就是 能夠把這個影片就是 完整的看完 如果你是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因為我覺得影片剪完有人看的感覺 對不對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 怎麼可能告訴你 我平常12點才起床 現在幾點 現在十點半 我們今天外景比較遠一點點 我們要去台北 我已經告訴你地點了 我們要去台北 輕鬆 我覺得很久沒有出來這樣走 愜意啊 愜意 平常要待在工作室吹冷氣 你是靠北 哈哈哈哈 綠車停泊後 請旅遊放在旅客 先上車 再依靠上車 再依靠上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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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到哪一站 那個吧 綠色的吧 要到西門站 西門還有紋綠線 對吧 我哪知道 是你又沒有跟我講要去哪裡 像發老的在這邊都覺得很像迷工一樣 希望等一下上去沒有下雨 好餓喔 真的餓 上高鐵前吃了一個飯館 覺得還是有點不夠 這個就要下雨 台北下雨正常啦 常態 常態 走 走走走 你餓嗎 還好看你要吃哪個都OK 我想吃飯 可以吃很簡單的 可以啊 這麼快你覺得OK嗎 OK 小頻道 小本生意 吃吃小吃就好了 吃不起大魚大肉 吃不起大魚大肉 燙得重嗎 對 不然台北的物價 聽說也是蠻可觀的 170 請問 你願不願意把手機拿出來 看看到底在哪裡 再看 等一下喔第一次來 第一次 應該是那裡 蛤 他在扛棒了啦 有啊扛棒在那裡 不要鬧了 那裡啦 我們今天來的是 飾品樂器 沒錯喔 這是飾品樂器 好不好 我真的是第一次來 所以 裡面長怎樣啊 老闆叫什麼名字啊 完全不知道 一直 我覺得想來啊 因為 時間啊 然後 地點 就比較 沒有空 台北嘛 OK 今天就是來 其實是來視頻的 就是 開箱我是 從那個 日本帶回來的一支新吉他這樣 最近那些疫情嘛 然後又是什麼 就是 一些天災人禍啊 不斷的 所以日幣啊 一直跌一直跌 那就剛好趁就是 日幣跌下來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這把錢 然後這把錢我以前就想買 但 以前要嘛就是 沒錢買 不然就是有人賣 可是賣太貴 前陣子在網站上看到就是 這支錢 然後突然 欸賣得很便宜 然後狀況超好的 那 以前還蠻酷的 就是 其實算是香巴勞 因為沒有看過日文的包裝 包括它裡面的一些什麼 檢證的 那些全都是 日本的報紙 2022年 5月7號 你看 5月7號 好 那我們就來開箱 這個 很酷的一把錢 現在就打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 這把呢就是我 找了很久的 然後一直也就是 想入手的一把琴 它叫 Gibson的 ES-330 對 這把呢就是我 找了很久的 然後一直也就是 想入手的一把琴 它叫 Gibson的 ES-330 對不對 有啊這邊有個小撞傷 但是你整個看起來 就是跟全新沒兩樣 很漂亮 那它聲音怎樣 等一下我們來 就是直接就地 好不好 開箱來聽看看它的聲音 長什麼樣子 OK 音配音 音量 好 說 音量 也底 daring 看一下 今天 撐 D 炸 炸 sharp 好彈 好讚 好讚 OK 就當開場 好讚 好讚 直接點了 今天很高興就是來到視頻 然後跟老闆 其實我們有來過 然後我也不知道老闆怎麼稱呼 所以我剛剛一直稱呼老闆老闆老闆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我叫阿南 但是他們很多可能不知道我改過名字 但是還是習慣叫阿南 也是都可以 所以男是男 OKOK 以後就叫南哥 謝謝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在網路上看到一支情 那一支情不是我自己找到的 所以是 那是我的朋友 然後我跟他聊天聊一聊 然後我會推坑你知道嗎 很正常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不要吵這把琴嗎 這邊有個很便宜的 我就看一下 這是網站 這是日本網站 是 很難買不到 沒有辦法我也不知道日文 就算知道日文 還有一些東西我也是看不懂 對 中間會有一些溝通上的問題 還有手續 還有一些運輸阿 什麼狀況的 其實我那時候看是突然就 冒出一個樂器行 我看的感覺啦 那我不知道整個一個過程是怎麼樣 其實我在樂器界也做了有一段時間了啦 剛好前兩年 有一個因緣際會 然後就自己出來試試看這樣子 這環境就是地下室 我一直以為這是樓上的 看起來很像樓上 看起來還是二樓三樓這樣子 所以這邊主要是賣樂器 對 賣樂器跟維修 還有改裝 改裝 很多最近都是會那個 會去follow所謂二手市場 是啊 所以這邊也是有很多 我剛看外面也是很多二手的 有二手的 有新的都有 有新的 二手的器材其實 我覺得只要它的 像這個也是二手的 但它的狀況其實真的是 我覺得還不錯 對 所以有些人他會希望用便宜一點的價格 買到一個不錯的狀況 對 而且剛好很多買二手最怕什麼 就是買了之後有問題 後續這個超重要 超重要 我講基本的 晴都沒有問題 那你天氣熱 天氣冷 選舉變高了 打旋 那不好談 會很麻煩 對 除非你有信任的店家 對 所以二手真的是 要勝選 是沒錯 有些人可能東西賣的 欸真的很便宜 沒錯 搞不好有些潛在的 對 潛在的或者是 他沒有告訴你的一些東西 可能他也不知道 是 對 有時候真的是這樣子 對他有故意騙你 他真的會不知道 是 像這個我就覺得 剛好運氣 很漂亮 運氣真的不錯 因為看照片就覺得還不錯了 是 對 然後買過來 用這支筒子 這樣子 如果不一樣就糟糕了 這樣整個這邊附近的音樂 你覺得附近有那種 音樂的那種氣息嗎 因為可能會 比如說我開個樂器行 我就覺得附近要有雪區啦 或者是說音樂的感覺 要有風氣的那種概念 其實這邊附近 也有很多吉他的樂器行 我覺得在文教區裡面 當然讀書的氣息 然後音樂的氣息 其實都是還不錯的 對啊 看剛剛那個外國人 就很常有這種狀況嗎 會 會 有時候那個外國人進來 因為我以前有時候 約翔來過 是 然後附近都是那個 學生 教工區 教工區 阿勞 阿勞 現在叫外籍勞工 還是外籍勞工 移工 對對對 移工 現在不能講阿勞 現在不能講外勞 我們移工 對 進來呢 他也是講英文 那他的英文就是 你聽不懂的那一種 那時候我記得他是問我 跟我問說有沒有 就是吉他的背帶這樣 可是他進來就是 開門進來的 叫 strap 什麼的 他那個strap 會有一點 會有一點 饒舌的感覺 或者是含乳蛋 沒有講清楚 對啊 蛤 對有很多不同的 我覺得是經驗 因為有時候一個樂器行 裡面就不見得 每次來都是 可能台灣人 或是自己附近的 有時候可能就是會有一些 國外的或是不同種族的人 沒錯沒錯 為什麼沒講到呢 其實都講得差不多 都講到了 對 如果附近的有朋友說 想要樂器的服務啊 或是說什麼改裝啊 維修的 對可以出來 怪找我們的 南哥 對阿有機會的話 我們就是也是 常會過來 沒問題 隨時歡迎 得住比較遠啦 哈哈哈哈 今天我們的這個vlog 就到這邊 有問題 歡迎找我們的 赤品老闆 南哥 好那沒問題 我們下支影片見 OK 拜拜 要一直拿新鮮子 不建議這樣 一定更加一次 差太多了 這是六個